歡迎收看小蜜法 小蜜法打破套房限制 事業財運一飛沖天 這裡面不限那個空間 可以設一個書櫃 因為是讀書的人 有書箱的人 就有這個 在這個籠邊 可以放一個自己 覺得很舒服的 對這個房間的男主人 他的事業是加分的 都是一般家庭 可以做的 很容易可以做得到 校套房格局千奇百怪 一不注意 風水就會出現大危機 竟然一個洞裡面還有後陽台 有 後面是廚房 那個熱水器也都在 都在外面 而且我這邊厲害 就是這邊有兩個 兩台熱水器 後陽台的後代 很多的無名火 你只有火燒後陽台的話 代表 很困難 小孩難教 這次有一次 狹小的格局 常出現風水漏洞 不過今天 就要打破你對校套房的迷思 幫你打造模範校套房風水 小自主要注意囉 是的 每個人在外生活 或者是北上打拚 真的很辛苦 那可能呢 短時間之內啊 其實錢真的很少 不太夠用 所以呢 委屈一點住個小套房 是 或者是一房一廳 對 跟朋友合租 都會有 就是因為要省錢嘛 你看五月 如果他賺不了 大概五萬 那只能夠兩萬多塊 沒有 五萬一定是一個租款的錢 沒有 所以我們一定是說 大概一萬多塊之類到五萬 你會覺得說 那台北租房子 一定要住小店一點點 那套房是最適合的 可是重點呢 這個套房你要住得好 然後住得安心 然後對自己又有加分 這很不容易 很多人會擔心說 如果住到套房 是不是有勞 是不是沒有風水的格局呢 我的天啊 今天我們找到 這個套房界的大師 來幫你改造風水 而且今天看的不只是一間 還有是兩個一間 對 第一種我們要去的呢 是 是 他是我們家兩個女兒的偶像 對 現在已經晉升成為 餐廳大老闆 好棒喔 對 然後第二位呢 就是我們這個演藝圈 蛤 喜劇太陡 蛤 他是為喜劇太陡 也是為戲劇太陡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 蠻陡的 我現在講好陡 真的 很冷對不對 還是請老師趕快出來 好 歡迎詹老師 來 套房 無老房 這段是我們去讓破解 套房的無奈 來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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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房或是一套一定 比較小格局的 一樣是可以用風水的方式 讓自己呢 轉好運 真的 大房換二房 對 像我們趁來 像我們趁來就很小對不對 像套房 但小二們也小而天是 麻雀衰小 衰小 衰小 衰小不是嗎 武藏拒拳 讚 好 但是老 你現在看得到後面嗎 這樣一樣靜跳走道 這位是兒童見天王 住的地方 我真的感受不到 而且呢 我一直覺得靜跳走道 你鬼 你... 我... 你怎麼在那裡 對啊 為什麼 他一直跟在香港的地點 折折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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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我剛剛... 我剛剛等你們的時候 你都... 老師 我剛剛等你們的時候 我剛剛等你們的時候 遇到這邊的領居 其實人都很善良 是 但是狀況 幾乎都不適合 其實我覺得呢 這個是現在 那個燈沒打開 那打開來就不會了 有燈嗎 有... 現在全部都是看我們 攝影師上面的那一盞燈 不好意思 因為聽說六點他就開燈了 這樣子 所以就一條 門前 大路是很明亮 門前的潛伏 對不對 就是比較黑暗 好 好 電影也快掉了 我剛剛按半天 我是快看不出來 兒童借天王 他等住的地方 對 然後又去看這個老闆 是啊 怎麼可以 好像搭檔 他把最美的裝潢 最好的食物給客人 自己又開始客戶 是啊 還好這間 是邊間 邊間 老師不是也有個房子嗎 也是在邊間 是 好 我想說為什麼都沒有人開 也是在邊間 來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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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呢 歡迎教堂哥哥 有許多小子族 都有在外租套房的經驗 不過要住得舒服 還得兼顧風水 可就是一大學問啦 今天的第一位委託人 焦堂哥哥陳嘉行 曾經是兒童借的當紅炸子雞 如今事業重心引往餐飲業的他 該如何改造所租賃的 消防風水 讓運勢一飛沖天呢 有 一點點 一點點肉 沒有 我是內行的 我知道我要靠著 剛才我看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就想到香港那個 憲哥仔的那個 不是憲哥 憲哥 對 晚上燒金子 然後去看一下那個門 下面有那個蛾蛾都爬過去 那你怎麼會選到這個家 因為那時候我急著要搬家 因為一開始我 然後他要賣掉我幫他賣 他給我一小鼻鼻的佣金 然後後來我想說我要開餐 一小鼻鼻 也是講太久 因為我用去一小鼻鼻鼻一小鼻的佣金 然後我想說 那就先暫時住比較便宜的 像是這個12%1萬塊 還有進原生飯店 又進結院站 應該是在這麼內心 是他好樂觀喔 他原本是住在這個台北市中心 原西那邊的那種 就是他地基不穩 你忘記了嗎 所以他但他叫鞋 好 那你就適合那個鞋心 鞋 鞋 後來我就搬去內湖之後呢 然後跟那邊也住了兩年 然後他才找 就住外朋友家然後就找完 那我可以了解一下嗎 你住到這裡的狀況 到目前為止嗎 目前我看餐廳生意是還滿順利的 然後因為從工作 就是有空檔的時候就去 所以目前沒有感覺特別不好 那你原本不是出生在台北嗎 台中人 台中人 所以出門在外 你到台北工作 你總是要租個房子 所以找房子其實很重要 老師說他的餐廳真的非常好吃 剛剛之所以讓詹老師得很久 就是因為你餐廳的 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 而且重點是 他們在越南餐廳那裡面 還有樹的耶 好好吃 吃到飯 咖啡也好喝 謝謝 像剛才說 我們在越南前面說 瓜哥這個東西好吃好美啊 對啊 全部都探出來的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門對門 在兩個門以內 都有可能會口舌是非 這時候 要踏樹林的時候 對不對 就記得加外框 外框 外框 那就大隻小 那麼腹比較大聲一點 不是要吵架啦 就是溝通上比較具有力量 比較在優勢 了解 剛剛看這個內衣褲有沒有 這樣掛外面嗎 掛到別人視線就算了 因為 因為掛到窗外的視線 像是害人又害羈了 了解 剛剛馬上說 好久不塞在外面 外面的面子 他怕很重 那邊也還滿重的 因為這邊很多人 他們婆婆媽媽都會塞外面 然後掃地滿的 對 所以然後有時候我比較晚回來 我會影響到他們去曬衣服 然後我也會捏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曬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就下雨夠暗了 我其實遇到過 暗 又下雨 每一步都化雨 你知道吧 你趴過去 改作不這樣子的人 我看得太到底 這到底有多深 難怪 對啊 好強 很強 對啊 大概幾天有沒有算過 我沒算過 都沒算 我很怕 我一看被拖進去 不知道怎麼辦 對 那就好了 沒問題 我剛才被拖進去 你剛才被拖進去 對 這邊有說 因為人太多 大家生活習慣不一樣 像有些羊羊蟲物 牠就是把狗放出來的大小便 對 沒辦法 所以還是要安甘心 要走望向你 那我幫你看一下裡面的狗 好 我們來 你先請進 好 什麼 怎麼了 你看到你自己嚇人家 你幹嘛 老師你這樣表現實是不是 我是剛剛擺設 看到彩花旗 驚為天人 美女 是會講話 對 我不來以為 怎麼看到女高中生我嚇一跳 真的... 絕世美女 台灣女高中生來的 再看 什麼叫 你看 我是女士隔絕的美女 對啊 不食人間煙火 外面也真的很好 也很用心 所以這鏡子不行嗎 我們講到重重點 我們後面有鏡子 我們後面有鏡子OK 當然不可以啊 傳藝鏡 門是一個最務實的 保家衛人的一個地方 你如果把這門改成一個空的 穿透性的話 除了沒有防盜之外 也是一個 我們說空門有沒有 就龍女敦入空門 密度 或是我們說的比較 你辦法 對 那如果真的喔 他平常這樣子呢 然後要照鏡子的時候 再把它放開照 再把它這樣擺面這樣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方法 甚至於也可以這樣子 這樣拿有沒有 不要動它 要照的時候 這樣倒是 這樣露一露好不好 老師這節目主持久了 綜藝效果越多了 一直 一直在做效果 老師你專業 你講你的專業就好 不要再害你 有沒有聽到 孩子的心聲 講你專業就好 他就知道你專業 那你回台中好了 沒有... 他可不可以掛這裡 可以掛這裡是不是 可以掛這裡好不好 就是 集完會過完我就知道 先接一下 這邊是龍邊嘛 龍邊撞壁 龍邊 所以我們就把它定在這個地方 好 定在這裡的同事 漂亮 看那個國動色的 耶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真的很好喔 你放這個地方有沒有 感覺好一點 注意安全喔 好 那麼這裡龍撞不再撞地 掉開 鏡子沒有照床 照椅背或照門 那麼形成一個龍開闊 一舉速的 因為鏡子椅一下差那麼多 對... 了解... 所以這是技巧 這個門上有窗 就是半口舌是非 三窗口對口 兩個窗枯置窗 進門出門 你一定是私下淚流滿面 是這樣嗎 常常睡覺... 常常睡覺的時候睡一睡 就做夢就開始流眼淚 可能是把油太大了 不過這真的滿多口舌的 很奇怪 就很多 有時候鄰居就會 比如說亂丟了的時候 幹嘛就會跟他吵架 不然就是跟... 有時候十幾年的朋友 聊兩句話 就跟你搬了 就覺得他踩他的地 可是你從來不知道是他的地 然後就跟你不聯絡 就最近搬進來踩他的地 你當家庭運來學會客 就錄來錄客秀嘛 對 錄客秀風圍的他比較 客秀是什麼 客秀就是... 我覺得客秀很客秀 客秀 客秀就是... 客秀就是... 就是很便很隨便去 對... 對... 太熟了 太熟了 像我們不熟可能講話 會有點距離 會太近一點 然後像我講我... 對講我朋友他講他趕起來 每次都說我都找不到固定的 我說因為你本身就這麼隨便 你還怎麼想跟你固定 對... 那一次這樣子就翻臉了 你自己不好的時候對不對 這樣翻臉了 一直是... 對... 但是那一天 他剛好如果心情差的時候 就走到他的地面 平常都沒有關係 平常都OK嘛 失業啦 剛好 而且當天可能是 第六個這樣講他的 前五個已經很壓抑了 第六個 到底最熟 所以就爆發了 真的爆炸 然後知道怎麼辦 你不會想怎麼辦 基本上 為什麼有那種布列你知道嗎 遮起來我覺得 矩形俗殺是最好的 或是預算過的話 如果他訂的木板 我覺得也很好 打風出來 安全感也不夠 小拖進來隨時就 對... 小拖也爬不進來吧 很瘦的可以 很瘦 把那個衣服包 衣服包一包有沒有 一打破也扣就出來了 可以啦 那是我年輕時當的感動 沒有...這樣... 亂講 因為一定要把以前的事情 都翻出來的人 明天還有更多要講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柴衛囉 對 好 才未亂糟糟 事業將面臨危機 小密法打破套房限制 事業財運一飛沖天 這裡面不限任的空間 可以設一個書櫃 因為會讀書的人 有書箱的人 就有這個房子 我們在這個房間 可以放一個自己 就是很舒服的 對這個房間的男主人 他的事業是加分的 都是一般家庭 可以的 可以容易做得到 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柴衛囉 對 柴衛 怎麼了啦 柴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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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衛是要往裡面看耶 怎麼會是看這裡 那邊已經 那邊已經 我覺得先看 有柴衛在看柴衛 好 先有鏡子在看遠的 這裡面是柴衛 只要兩個牆連接在一起 超過兩個門的寬度 而這個轉接的地方 是沒有門 沒有走道 沒有窗子的 我們稱為 柴衛 柴衛 可以長風納氣的好地方 你長壞風納臭氣 這是你平常有在夜市擺攤子嗎 沒有啦 所以他如果是賣鞋子 他就放對了 至少還要放新的 貴的鞋子 那都進貴得貴 了解 還好是包得很乾淨 對 因為我喜歡鞋子 所以從以前買的鞋子 幾乎都留下來 但是在現衣服 要整理 對 對 還有電風扇 有一點 明明是很好的衣服 都搞得好像垃圾很深 還有阿嬤的塑膠袋 用剩的袋子等等 對 好不好 這個要整理一下 好 我會整理 全裁一個 可是這要放哪裡 它就這麼一定要放 只12瓶而已 這裡就做個收納櫃 你有系統 不能使勞我就好啦 我有代言系統 我看到 每天播喔 對啊 每天播 對 做個系統就可以了 好像窗年也可以是不是 窗年也可以找你 窗年今年好像比較弱一點 明天會拿回來 好 櫃子可以收納的話 其實所有東西 就可以放下去 真的 會這樣堆在外面 看來櫃子看得多舒服 你看看 好好的財位被堆得亂七八糟 財運怎麼會好呢 最好將衣服以及雜物收到好 讓財位保持整齊乾淨 這樣生意或事業 才會蒸蒸日上喔 而大門後方掛鏡子 容易造成破財 最好將鏡子掛到龍邊牆面 更能使壯地的龍邊開闊 增加出門運勢喔 我覺得他這邊的問題 好像沒有到研究到 你後面那邊的問題 真的 真的 你看 開門建造 還有建冰箱 建冰箱 冰箱是 對 等在一起來就 焦糖喔 這樣子 這是好喝的 啪啦啪啦的 我家錢多 請大家盡量喝啦 還有酒可以喝 讚喔 水啦 我們都是水啦 工作 工作 為什麼沒有喝過台 養樂多啦 有一罐養樂多 冰箱好… 我差點喝沙拉油耶 而且你的沙拉油已經… 這是沙拉油嗎 這是沙拉油 很濕喔 有冰箱… 有冰箱嗎 我覺得有可能過期 到底有沒有過期 這沒有… 這冰箱甜甜滿 這油是過期的 因為後來沒有煮了 我想把紙盒打開又放回去 紙盒給我啦 比你吃沒問題 因為有客人家放兩個冰箱 會發那個會發錯人的事 是喔 然後繼續講好了 為什麼會沒有門呢 對啊 趕快了喔 當初住的時候就沒有 可是有門很不方便嗎 怎麼開啊 穿褲子更不方便喔 我手在腳都不穿啊 好… 我手在腳都不穿啊 好… 那個姊姊聽了那個 要不要來我家玩啊 平常來我家玩啊 不方便 對 除非我老公出國 不要老公出國啦 不要啦 開玩笑了啦 沒有門 但是那上面曾經有簾子吧 至少拿錯過簾子吧 也許在這 因為把它拿掉了 對 如果是房東的話 我們應該把門往後移 為什麼 這個門內叫照 門外走道 這邊叫廁所 這裡有廁所 照包廁 照包廁水火沖 傷婦女 而且泌尿系統不好 婚姻不幸福 口舌勢非多 女人賺錢不容易 是 那你還要來嗎 平起來吧 那是要你去上海 你老公來這裡 是嗎 對 這是紅利雲女主人的一個格局 紅利雲跟不來 跟不宜久留都是一樣的意思 難怪房東擠得租給我 難怪不得你 就長不到女朋友 真的 單身到現在 好啦 這個要稍微做個婦女 好 我擋一下 可是他們在格局 還沒有辦法改的時候 他這邊家布子也是照包廁 居家風水叫做 門內也叫做罩 門外也叫做塔 那你這個話的意思是把 我們說的油煙 廁所的濕氣 湊氣 不要衝到客廳來 因為客廳叫做 也就是創少 有這個 我們客人 我們觀眾講的四年還聽不懂 那客兄呢 客兄就是 客人的哥哥啦 大家都懂了 好啦 這個記得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抓住 好 沒關係 在這裡造型無窗 造型無窗 造型無窗 好 無材水往家裡流 很好 對 到了耶 好 那你知道我們這一房一廳 就是我們要走到那個客廳 其實只要我們親就走 沒有客廳 對…好耶 在客廳 這是 其實一個人住家是素食 這也是床的一種 對 有時候朋友來的話 就讓他睡這邊 請坐 很厲害耶 我也不知道什麼 褲手霜啦 褲手霜 褲手霜 你可以擦一下 至少有一個好的靠背 對… 然後也很方正嘛 那也沒什麼 好 龍鞭明亮的 鏡子 鏡子 窗子 開拓好運 可惜這個打開來 還沒有看就知道有一個 壓 不要隨機 冷氣 保護窗為一眼 咚… 好像普通的啦 壓力好大喔 你一開窗就看到 咚… 那代表你的前途一片花 變亂了 是嗎 他不是會被他一直滾 一直滾 裁員滾滾 不是 這樣子滾就不對了 真的好煙 很暈 這樣滾不好 所以千萬禁得 要把它做往下移的動作 好 然後這個鞋對腳 四十五度腳 這個地方應該算是柴尾吧 這麼好的柴尾 你不好好進入一下客信 對啊 放了這個 對 真的 對 你就是一個好好的照明的柴尾 對 他抱一個布 好像被有人打破壁有嗎 打破壁 打破壁 好好了解 反正想說他比較朦朧美 然後直接把它蓋起來 會不會有什麼遮瑕布 慢慢老先把它扯下來 而且重點是這布白酒了 你忘了關的話 會議什麼 我在 妳就想問他 我想說你自己一講就好 我想問他 有時候不太好笑 他爸爸接一下 他連火災都會想起來 然後他竟然多嚴重 這節目可能是要小朋友 我也看了 所以小朋友記得喔 最近嗎 對 小朋友記得喔 燈上面蓋破壁是火災喔 好 再聽 就要他整個的畫喔 是不是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馬上拿掉 而且這個柴尾 我們之前去換你家 你就知道你的柴尾 夠了 不夠 了解 對啊 這裡 可以放個聚寶盆 好 或鹽燈 或是我們說的這個驚動 都很加分 感覺對客廳很讓人 很樂融融的一直想聊天 對 開心 其實要重點 因為這種一房一廳 就是看他臥房 臥房 臥房才是他的這個 所有他主要運氣的來源 他感覺他睡覺 對 靈魂休息的地方 不知道你睡得好不好 總是明天要睡覺 你不要說 我們讓詹老師來看看 你晚上睡得好不好 好 好 你看看哥哥的房間 這叫什麼 不一樣 對 就是有哥哥的味道 這個彩虹旗 怎麼講 不是啊 窗簾 你也就是有什麼問題 有彩虹也是 也是很多顏色 對啊 我還滿開心的 第一次有兩個美女 坐我床上 他也是第一次女 我就穿美女 什麼吧 誰要穿美女 對啊 怎麼講說壞好的話呢 幻覺 不是 我跟你講 我一進來就已經覺得不對勁了 因為我今天這個床 我會覺得整個紙很爛 因為你看他已經被門切到了 對不對 切到床了 有爛桃花的危機 可是他現在好像連桃花都沒有 爛桃花跟沒有桃花是一樣 爛花錢跟沒有錢 在我們的命理當中 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我裡面有爛花錢的格局 我也不要有沒錢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房式不順的危機 什麼 桃花姐怎麼了 沒有爛桃花哪裡來的 桃花又哪裡來的 對 一般的人 你說房間小沒有關係 衣服不要外露 還有的櫃子 你看外面有少個櫃子 這個少個櫃子 對 你們叫櫃子你知道嗎 就高櫃的箱子 了解 可是因為我自己住 當然希望很多東西 就方便就好了 不然之後還是要搬家 櫃子很麻煩 很多人就是這樣 會覺得說 因為反正我 幹嘛要刷牙 每天這樣刷牙有什麼意思 幹嘛洗澡 但是你講這是天天要用 如果你買一個好櫃子 多花一點點錢 可是你會看起來很不亂 就不砸 對 所以老師 你有系統櫃是不是 也有在 也需要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在賣那個啦 健康的那個 衣服最方便 看得很清楚 不用在那邊開櫃子 那邊找一找去 但是這樣子是 不好啦 看起來砸 那更可怕的是 你看這張床有沒有 怎麼了 這張床 這是自己訂正的床 對啊 是喔 一般的 自視的就不用量了 一定是極速 對 為什麼 如果量一下文公司有問題的話 就代表每天睡在問題上面 因為這是我要知道 我的尺寸去做的 因為床的尺寸比較特殊 你們先聊一下 什麼意思叫這個床的尺寸 尺寸比較特殊 不是床就是固定 6乘6.5 然後5乘6 他自己買的 自己做的 絲拖 關軌絲拖 絲拖就是 一切都沒有的意思 關軌呢 關軌代表說 病痛跟關事的意思 好 了解 竟然睡在一個 關軌絲拖 真的好可怕喔 關事床 其實門怎麼辦呢 寬度不夠 兩側 兩側 可以加上一些鴨條之類的 反正這個門 這個床也很舊嘛 對啊 很漂亮 就大概加一點鴨條之類的 你把它變成紅字 紅字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你的衣櫃這邊 都要加個門或加個布 布 做一個修飾 老師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這個門打開 好像沒有辦法開到底 對 然後又跟那個衣櫃都擠在一起 除此之外 左傾龍 龍開闊 虎 雖然沒有撞壁 也稍微有點窄 你這個地方太窄的話 你應該把這個 稍微做一個內縮 後退 讓你門前門後比較開闊 沒有壓迫感 那如果把床往旁邊移呢 靠牆 因為它湖邊有個窗子在 對 沒有完全撞壁 反而好一點 讓你的腳沒有切到這個門 對 我知道了 不然床不要被門切到了 對 聽說 老師 你乾脆去把你的床 就把它改成那個單人家 打翻你自己一個人 對 也可以 房間又會感覺比較大 老師 我真的覺得它 好像對於桃花 它並沒有很急 但它現在急的是 因為它已經開了餐廳 對不對 然後要當老闆 所以它在事業上 可不可以讓它更一帆風盛 居家風水永遠無法逃脫 不形煞 音煞 跟未煞 的孔花 基本上它沒有這個國外味道 對 但至少我們在這個龍邊 正在那邊的龍邊 可以放一個自己 覺得很舒服的山水花 那邊在龍開闊 龍不撞壁 飛龍待天 那麼對這個房間的男主人 他的事業是加分的 所以大家雖然是套房 或是這種這個一加一對不對 一客一廳的這個 對 一組什麼一客一客 內套吧 內套 對 反正就是小格局 你也是可以用這個 試驗加強的密法 就是在龍邊掛山水花對不對 龍邊掛山水花 對 其次面對這個門跟床角 左青龍右擺虎 虎邊的那個角角 可以放我們所說的聚寶盆 賣點168塊 去廟裡面添辱過果的錢 然後加上我們喜歡的這個金洞 都是屬於這個旺財的 好 好不好 那叫做信仰財 信仰財 山水財 山水財 再來就是智慧財 因為會讀書的人 有書箱的人 就有這個鈔票箱 對 所以這裡面 可以設一個書櫃 擺自己 不是 如果老師 我波多也介意的寫真書 可以嗎 那個其實 放在你這個 試婚年齡是非常好的 真的嗎 好不好 好 如果去兒童節目就不太是了 了解 聽說你去那邊販賣 沒有啦 所以沒進 又買了他的優優卡 對 我又買了優優卡 直接打電話 打到後面睡覺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很累 答案是 要有書箱 就是要買個書櫃 放一些充滿智慧的書 智慧的書 所以就會增長智慧 對 餐飲的書 好 了解 兒童心理學的 好 了解 這樣子很棒 對啊 我覺得這一些 因為你講了這三個秘法 都是一般家庭的 可以做得到 對 對 即使是小套房 一房一廳 你都可以擺設這些 很加分的 對啊 就是 山水畫 巨寶盆 或者是書櫃 因為套房的空間 人利用真的很少 如果還不加以修正的話 那麼會造成 我覺得是雪上加霜的意思 好 了解 我覺得很多東西要省 因為真的是創業維艱 好 但是該花的還講話 你不用錢 不要好這麼快 那趕得上班 沒有 我們還沒想完就好 好 不然這樣玩 好 這樣玩了 還沒收工 可是我們節目時間 要一個小時 對啊 五百小時 你好什麼好 我們接下來去喜劇天王的家 喜劇太陡 宗欣池嗎 你好 好 看完了焦糖的套房風水 要準備出發到下一站 究竟這位大家滿心期待的 那喜劇太陡 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有一些仙界的 或者很厲害的人物 都是躲在一個小地方 有可能在這邊修煉 對 所以妳確定這間 如果這裡面很好笑 真的嗎 對 我覺得就是她 A有 有A嗎 是她A變的嗎 A 對 然後分數了很多間 有了很多間 那難道這個是A不A 難優不是 她A 她 妳們很奇怪 妳就是好 妳好正面喔 對 我真情不好笑 我都是A片男生 A卡 才會出在A 有真的嗎 有可能耶 我沒有請大師出來 對 我要抱著前面 有請就靈喔 怎麼說 不是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你看我們從A一直看下來 對 看下來 自己看那門口 為什麼是推起來的 應該就是有埋一些變線 不是要講脖什麼了 有拱起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拱起來 會有埋一些變線 為什麼埋什麼 風水說這個門檻很重要 門檻高 這門檻高 代表這個學士高 進這個門越高 對啊 門檻破 這家門破的意思 我覺得要管 我就不管外面這樣 管怎麼樣 她一定很好笑 她就是A吧 對 她一定一開門 就是讓我們覺得 妳怎麼這麼好笑 妳太好笑了 來 接下來歡迎 我找瑪惟 沒錯 第二位委託人就是瑪惟 在演藝圈輩輩成多年 最近終於熬出頭 活躍於各大綜藝節目 以及戲劇圈 而住在套房 已經四年多的她 又該如何 在有限的空間裡做改造 繼續欣望她的演藝試驗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妳們在門外吵那麼久 妳會吵到別的房子嗎 妳怎麼會來 妳師傅住這裡是不是 妳們那時候我喝這種 瑪莉歐那個 對 不是... 不然至少這裡面應該住 妳們都不是有笑的耶 妳們都不是有笑的耶 妳們都不是說 妳們媽媽妳們小聲一點好不好 對不起 妳們那麼大聲 妳們那麼大聲是沒辦法入圍的 真的嗎 真的嗎 那裡面是誰啊 是馬國賓嗎 對 我剛剛已經婚了 不然就是馬國賢 他去玩... 他去玩Halong Kitty 對啊 太忙了啦 歡迎... 是妳喔 大家好 我是馬力歐 馬力歐 馬力歐也很好笑啦 A啦 A康 你們真的厲害 光一個A可以講大概五分鐘 不是... 我跟馬力歐會通告是我自己敲的 我是馬力歐 你讓我們去你家拍一下嘛 不行 我家只有七瓶耶 沒關係 你跟我相信 你看國賢光也A我們講很久 真的很厲害 對啊 就是要來看一下 如何讓它越來越紅 對啊 天啊 謝謝我 不是 這個是防止那個聲音出去 你剛才大聲 沒有 因為它這個門有門封 怕人家會用那個卡鋸開或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或者會偷瞄偷看的 對... 重點說我很擔心 到底我現在採的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上次有一次 好像是那立風災 對 我們是從隔壁的陽台淹水淹進來 你知道五樓還會淹水 淹水從陽台那邊淹進來 你們那個是整個是就... 大概那個拍水口大概塞住了 所以我就是 我是第二次 我們淹兩次 我第二次才黏這個 就是防止它水泡進來 我就去買那個這個 所以你那天出門的時候 你們一打開水就... 沒有 我是睡覺 因為颱風很大 我為什麼知道淹水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覺得 你睡在水晶床上面 我跟你講 真的很好笑 我就... 我就睡一睡 我就... 然後現在風很大嘛 然後我說 採用電無所謂 我這邊是天井這邊 我就...我就看電視 我就把燈都關掉 看電視 後來我就瞄一瞄到 你知道我嚇到了 究竟颱風夜發生什麼事 令瑪利歐心驚膽戰呢 風水格局極為悲慘 子孫運勢危機重重 有 後面是廚房 那個熱水器也都在那裡 而且我這邊 厲害就是 裡面有兩個 兩台熱水器 很多的無名 你自己只有火燒後陽台的話 對 受孕困難 小孩難交 也是一個危機 對 台湊在無所謂 我這邊是天井這邊 我就... 我就看電視 就把燈都關掉 看電視 後來我就瞄一瞄... 瞄到... 我脫鞋居然會動 你知道 我嚇到了 脫鞋就是... 靈異世界 對 我真的...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剛剛開燈 可是當我一下來 我一踩吃水 我想... 完了 你尿尿了 你要不要... 憋太久了吧 後來我才開燈之後 才知道脫鞋已經浮起來了 我才知道 你剛剛這樣怎麼辦 全部爛了 所以中國人說這個門檻很重要 對 這樣就好還是不好 我認為要當水 要高之外 它的高度就是防止水進來的作用 對 古代的門檻高的話 蛇啊... 蛇... 不好的風啊 一般的廟也是 就是有一個門檻 那是門檻 對 你這是什麼 我待會兒坐到這邊就可以拜了 所以一定要做完整的 比較具有 我們說的 高高的完整的比較好 就貼... 好像貼沙龍巴士 沒有... 好像... 口... 門尾口嘛 好像貼了一個沙龍巴士 代表口舌啦 口舌... 這針子多啦 講沙龍巴士好像就是有口舌 你能不能講廟筆貼那種 也不像... 他現在是水姐 幫他講什麼泡枕啊 水姐 你們入網了嘛 不要這樣 我們就跟他借你一下 你可以不要聽啊 我沒有... 我沒有這麼啞... 你很厚 就是要多一些預言的經驗 我覺得一進來 我要拍門見... 妳壓力很大 妳壓力很大 鎮定 涼壓沙巴 我都坐這邊耶 對啊... 就壓不到了 叫當頭棒喝 你這是大糧耶 你這是什麼大糧 對 煮糧啊 對啊 煮糧 你知道嗎 就像是一個棒子 敲在頭上一樣 每天的棒子 連天有頭上的棒子 可是老師 他有用心喔 你看 他裝了葫蘆 我有看一些風水 他說什麼涼不好 我就裝一個帶一個 買一個葫蘆 對 買葫蘆他有用心 通常這個葫蘆是放在兩側 對 左右 左右才可以放空間 沒有移 但是工作壓力還是存在 是工作壓力 而且... 工作壓力很大 那這個沒辦法 有很大嗎 因為我現在很忙 我一個月大概就接 大概二到三個通告 非常... 非常... 在我們實在放那麼多數 對不對 好 我對不起 對不起 我剛剛亂說 對不起 我大概三個月 接四個通告 所以壓力很大 不會啦 我來 另外一個節目 你一個月就來好幾次了 好不好 那我也是有 可是之前我有在一家 那個婚紗攝影師 婚紗以前有去打工嘛 因為 碰到他 然後婚紗做完又做燒烤店 對 然後後來又做 夜店 酒吧 然後唯一就是 這些店工作都不同 唯一相同就是 都做到了 所以你有再回演藝圈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離開 只是比重不同 比重不同 可能就是以前大概在 八年前 十年前 大概是百分之 演藝圈二十 然後晚上工作是八十 慢慢的三十七十 四十六十 到現在大概已經全部放掉 都在演藝圈了 因為你一開始 那時候我們一直知道 有瑪莉歐這一個人 可是你就覺得你好像 一腳已經踩進來 但是是不是浮上面的 他沒有踩到底 對不對 現在兩隻腳踩進來 然後完全全下去 你真的很好笑 我陷進去的感覺 他們都說我沒有 請問你現在 拔不出來 對 我現在是在流沙裡面 你這麼苦 被他們嘲笑 趕快問我吧 其實我這個 老師 那你覺得 要如何才可以浮起來 對 浮出檯面 輸在這個鬼地方 他這麼有才華 這個地方 跟我們 跟我們行義路家是一樣的 你跟什麼 行義路 我們家行義路 也是一個大樑 我就把它兩側 墊一個大板子 對 木頭板子一側 把它弄 對 譬如這個是 譬如這個是三十公分 你做一個六十公分的板子 由這裡延伸到這個地方去 就看不到這個柱子 對 兩邊再放個燈間接照明 好 而且非常非常好 那個就是要自己的房子 我們這個租的 就是把它吃進去 可是這個其實不能 很多人租的也是用一些簡單的 木質稍微做一下 或是去買褲蓮 這個好難啊 這個 那我就掛葫蘆 好難啊 其實你住在這麼悶的房子 已經夠難了 融線淺灘還是這個 我是很能吃穀的 你住在這裡 你住在這裡搬出去已經夠難了 快五年 快五年 所以你看她如果早一點這樣 弄好風水 她現在不只是這個位置 對 我幫她算過指揮斗樹了 後面八年非常好 對啊 但是呢 你要趕快想辦法 這房子沒有不好 是白色的不好 對 下次來住的會住得更好 所以有床位這樣放 老師 你說誰要進來睡 是啊 開門見床 房事外露就房事不順 所以這種看 這種看床 看到門 看到床 就不想做這個事情 房事不順 那就如果不要做 就不會不順 你不一定是有一個女朋友嗎 對 對 有啊 那怎麼會房事不順呢 應該很恩愛吧 很甜蜜 不可能 對 就是可能 我們會找那位頭角 那是因為 為什麼事情吵 觀念就是 在哪方面是不協調的嗎 你好像是那個 你的柚子有難言之類的 對 但是不是性病那一塊 就是 可能我太累 可能我太累 可能我太快 不要嚴重 我們不嚴重那一塊 對 簡單來說 跟你朋友會自常常吵架 我們門一打開 就要看到 座位 TV 轉而再看到床 是合理的 對 你一看到就是床 就是房事就是不順 叫做床外露 進床見床 進床就不要 對 所以你之後的話 可能要移到那個方向會更好 那邊就比較不會 對 如果說如果那邊有空間 放那邊是最好的 因為門這樣開 所以你們一進來是看到床 那你反過來門 一開進來 你不用馬上看到床 不是比較好嗎 對啊 你把那些東西放到這一邊 其實以這個床來看的話 龍開闊 虎不要髒亂 對啊 而且它其實那邊也算財位對不對 對啊 你放那麼多雜物 什麼都放 老師我本來那邊有放個 有個開運族 然後本來還有放個那個 對 放前那個聚寶 聚寶燈 對 會有移到那邊 你都不怕 為什麼移到那邊 沒有...放不下 我就太... 那邊還多東西 重點是它的 而且聚寶盆放錯地方 然後該開運的地方 沒點燈 對啊 燈又不點 因為它點了會畫 會融 你不關係啊 點才會融 什麼 你記反了你 你記反了你 你怎麼這樣子呢 你沒有那個化學嗎 我一點之後 它那個桌子上面都是鹽耶 不可能 我沒有騙你 但是你之前沒有點才畫的 對... 然後一點都溜出來了 點了它才會蒸發 它才會不會融 然後乾 對 才會乾掉 因為空氣是濕的 好 所以炎燈一定是要點的 不點它就會慢慢濕 慢慢融上 我也每次摸都濕濕的 潮潮的 而且你這房間 感覺上就是窗外無光 窗內 因為老師我這邊是天井 對啊 你這個屬於一個暗而無光的房間 然後炎燈為人救你的小太陽 你又把它洗掉了 真的 而且你的聚寶盆裡面怎麼... 你很有錢耶 人家都168塊 它是都50塊 它是巨蛇 我裡面有個紅的 有個...有墊 有墊 有墊一個什麼五路財神那個 這可以啊 很多人都是這樣 只是你是純50 或是純是純硬幣都可以 對 所以你那個床的湖邊 這麼髒亂不堪有沒有 湖邊 不然你是個歷史人 就算再好的女人 都帶不出 帶不掉了 所以老師以它這個格局來講 它床要怎麼提 或者是要怎麼樣處理一下 線上 太小了 地方太小了 小的情況之下 因為地方太小 它能把那些櫃子都移過來 然後床放過去嗎 一論上把這個沙發移過來 這個電視移過去一點 把這個床移到那邊 是OK的很好 真的給你做一個建議 好嗎 因為易儀會擋到廁所 床位擺放 進退兩難 到底該如何取捨呢 好嗎 你到這邊是OK的 好 真的給你做一個建議 好嗎 因為易儀會擋到廁所 好 老師我廁所在這邊 你看 來 對 粉絲在這裡 你這個算套房的一個 算是一個脈 它門窗 沒有 沒有它這個 有一點偏 你廁所這邊切過去有沒有 並沒有跟門交匯到 對 所以是並沒有進門見側 而且以套房來講 它的廁所 竟然沒有對到門 也沒有對到床 對 你錯誤了 可是老師 那我這個友好也有壞 對 就是沒有說都一面倒的壞 對 這個廁所剛好的 你有個壞處就是 我們講好你就說壞 我們說壞就一定說好 我覺得你有點反骨 對 反骨對不對 你剛剛叛逆 好 一點點 這裡放 一點點 好 好 那只能放單人床 你現在跟單人差不多 對啊 單人這樣大 對 放這裡 兩個疊在一起 放這邊 龍有進 虎不壓迫 後有這個水泥牆 沒有側衝 那麼開門不見床 然後那邊是裝沙 就好很多 其實對耶 那冰箱也不放那邊去也OK 進門見床 容易影響感情 這問題可得好好解決 最好將床位 與置物架的位置調換 這樣一來 進門不正床 又能夠讓客廳空間變大 提升男主人的運勢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喔 這後陽台有沒有好 竟然一個洞房裡面還有後陽台 有 後面是廚房 廚房在外面 我這邊可以 我這邊可以開火啊 洗衣服跟開火都在外面 有點危險 對...你... 你後陽台有那個什麼 廚房然後還有 那個熱水器也都在那邊嗎 都在外面 而且我這邊厲害就是 我這邊最好就是 我這邊有兩個 因為隔壁房的熱水器也在我這 對 是真的 所以它火上加火耶 對啊 那你怪不得你整個爬火耶 很棒嘛 很旺嘛 但是你這種會 不好喔 不好的國耶 後陽台代表後代子宮的舞台 也代表我們要生兒育女 懷孕的一個空間 如果暗而無光的話 又一直有火燒後陽台的話 代表受孕困難 小孩難交 而且新生活也是一個危機 我覺得還是要幫她看一下 不然她整個已經要... 對 能不能... 對啊 能不能化解 整個都燒火燻耶 兩台熱水器妳看厲害不厲害 對 我的天啊 這麼動不了嗎 很小 攝影師這邊 左青龍...龍邊兩把火 這邊兩把火 這邊 左青龍 湖邊 湖邊又是一個瓦斯爐 一帶蛇煞 這後陽台真的顯像很深 而且老師你們講說 如果後陽台有這個... 有照的話 這樣不是... 是不衡嗎 對啊 國旗師和女性... 生意的能力比較差 小孩子皮膚不好 怎麼解 就是要把它搬進去 可是它搬進去也沒有不開 對啊 地方 那你就... 你也很少下廚嘛 滿長 反正你兩年煮一次嘛 就算了 兩年煮一次 不是兩年煮 四年煮兩次 沒錯 因為那個美食節目 我才知道說他們懂的是 也很會煮耶 對 我很愛做很愛下廚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地方有一點 你真的是有一點局限住了 因為地方小 所以那也沒辦法洗衣服在這邊 然後熱水器 那你只能夠在你的房子裡面 就再挪出一個位置來 而且...而且你這樣擺設 害人害己 它為什麼 害了自己 不安全嗎 而且油煙要沖到別人的窗子 對 可是為什麼隔壁的熱水器 會在... 因為別的地方的套房 它可能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裝 散熱... 那因為只有一間是面對馬路 別的地方沒有 而且只有我可以煮飯 對 熱水器不能放在室內 而且這邊四間套ABCD 只有我這個可以下廚房 所以我就選 那你很驕傲 是唯一有廚房的 對... 而且是最可怕的位置了 好 很慘 那不笨啦 老實說就不好 基本上把這個拿掉化解 好不好 不要裝我覺得是最好的 好 第二個就是搬那沒地方 那如果說廚房是用電磁爐呢 火不見會好一些 對 它其實事業上 我覺得它會越來越好 有進步... 我覺得我們今天是要來 加強它的桃花 對 因為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好的女孩子 就是可以掌握這個機會 對 那怎麼樣才可以有好桃花 對 就是基本上我們的床 每天起床做第一件事很重要 是 所以古人說在這個床的兩側 放紅色地毯 床的兩側放紅色地毯 一日之氣在於城 對 早上能夠踩紅地毯就有加分 就是腳一下來的時候 踩到一個紅地毯 第二個 第二個很多人用暗色系的黑色的床單 我以前都用黑的跟深咖啡色 一路黑一路暗 對 那個老師 後來我就換比較亮的 對 那當然有用的觀眾朋友不要介意 那個比較不能提升陽氣 我以前全部都用黑的 黑枕頭 黑棉被 黑床單 對 亮色系的比較好 好 給我帶點... 這個OK 這個簡單 每個都OK 不是OK 可是紅地毯我只能放 直接只能放我這一邊而已 盡可能嘛 對不對 小小一塊就可以了嗎 你把你的床移到這邊 就是都可以放啊 其實我看過很多 中南部或國外的客戶的陽台 我怕你沒頭髮 進去都是煙味 那個都不好 或怪味 或洗味 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來自於什麼 窗簾跟它的被套跟床單 對 這個我知道 所以這個很簡單 都OK 要做清洗之後 再加碼放百合花 或是有花香的 既然不能夠每個放放 室內放香器行不行 不行 擴香行不行 比較自然的最好 天然的最好 一定要這個好不好 天然的花香 其次就是放一些 我們做的古丹花的圖騰 那麼帶來我們做鎮桃花 跟桂器是加分的 這幾個重點已經擋過了 把握的話我覺得會很好的 就會有很好的桃花 其次會把它更好的房子 會更好 而且短時間它改了之後 因為改了之後它就有效 它就想搬走 對 未來一批野馬 黑馬 小馬就好 你跟大家講 我真的這八年有成就 因為體育體把我一下 如果說我這八年內 有飛黃騰達的話 不要說有飛黃 不要騰達 我就會跟詹老師結尾連理 謝謝 你的洗衣服 你的洗衣服 你的洗衣服拿出來曬啊 我今天還特別把 亮的衣服全部收掉 他們說會不好 對 難怪我會痛 你這個妹褲就對了 乾淨的 乾淨的 你怪味道 你怎麼做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風水遺難雜症 困擾你很久了嗎 歡迎你在粉絲團 分享相關問題 或是到未來官網 報名看風水 我們將會為你改善 黑暗 尹 顫 黃 橫